她是不会冤枉一个忠臣的 你要是追不回崔仪 朕一定杀了崔氏女 你要有本事 就杀了老子 自己当皇帝 百步快去 小姐 外面不知道为何 小裴将军带着人 把咱们府严严实实地围住了 小裴将军带着人 她没说要进来见我吗 没有 她只让我进来告诉你 说她带着禁军来的 让我们府内的人 暂时都不要出入 天都快亮了 也不知道阿蝶 现在过了月中没有 咱们要不要派人 先去问问殿下 不 比你现在 怕是已经不在西长京了 大将军 过了前面那个碍口 就到市州地界了 清碧河东侧 就由我崔家军重骑 先以德领前来接应了 只在两下里会合之后 咱们回营州 自当是安然顺遂 走吧 早点跟大军会合 早是安心 是 你说已经过去七八天了 李逆能不能带崔义回来 这不好说 通敌卖国可是大罪 太子若能把崔义带回 陛下一定要彻查到底呀 互相说得有理 崔义若通敌卖国 必赐他死罪 这是太子对崔氏女有情 若是太子非要娶她 做太子妃 那崔义这个罪可就难治了呀 不如趁这个李逆 如今不在西长经 朕赐婚一名太子妃 这样得生迷煮成熟饭了 这太子殿下不在的话 在礼法上 是不能策离太子妃的 那 那梁帝呢 梁帝是不需要太子亲盈的 而且最要紧的是 梁帝再生一级的就是太子妃了 到时候让他们策利一下就行了 陛下此计 悦莫可行 故乡啊故乡啊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体谅朕的 你家婉娘是一个好孩子 朕也不忍心委屈了她 可是现在不是失态紧急吗 只能让她先做良地 等李逆一回来 朕保证策她为太子妃 什么 不可不可不可 陛下 陛下 顾相啊 你为相十余载 对先帝 对朕 那都是忠心耿耿 朕知道 此事委屈了你们家的女公子 但是现在事态紧急 除了你 朕还能相信谁呢 若是顾相你不答应 朕 这 陛下 陛下 不是臣不答应啊 此事若是传了出去 旁人会说臣为了攀龙附凤 将自己的女儿硬塞进东宫 以后 您叫臣有何颜面 出去见人哪 顾相 你这是要朕 求你吗 啊 陛下 臣为了陛下 本就可以万死不辞 唏嘘流言和骂名 臣为了国朝 不应计较 好 这就对了 啊 呵呵 呵呵 嗯 呵呵 呵呵 小裴将军送来的 小裴将军送来的 还有今日的瓜果蔬菜 他居然还问我 咱们还缺什么 他不过是尽他的职责罢了 何必跟他生气呢 可是我们大家都那么相熟了 他倒好 招呼都不打一声 带着进军 就把咱们府前府后 围得水泄不通的 又何必怨他呢 八成是李逆 叫他这么做的吧 啊 那就更可恨了 他自己去追大将军了 还派裴员 在这儿看着咱们 这都多少天了呀 连这苍蝇都飞不进来 桃子 嗯 你有没有想过 咱们在京中的人手少 李逆让裴员围了此处 总比其他人围了这儿 会更方便 更安全 女儿明日便要奉旨 入冬宫去了 父亲可还有什么话 要叮嘱女儿 万娘 你过来 万儿啊 你知道 太子是个聪明之人 孩子啊 你此去不易呀 凭你的聪明才智 花上几年时间 总能够笼络住太子 只要生下个一儿半女 那就大举一定 你 将来就是皇后 父亲 您就放心吧 前方有大雾 徐徐而行 哎 小姐 那你说 大将军会跟殿下回来吗 我不知道呀 那崔义若真敢回来 就是钻进了笼子里面的老鹰 拔去了爪牙的老虎 在朝中 在京中 总有办法 让他性命不保的 那女儿就放心了 我